像我自己很喜歡海邊的曼徹斯特 傷痛的時候我們就說 時間過了你總是會好起來 但其實我覺得它不是好起來 它是它會跟著這個傷痛共存 所以我喜歡那部電影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沒有要傳達人會好起來 不是像我們常碰到人說 沒事你今天過了你會好 我覺得傷痛是一輩子的 那人生就是有很多這種不同的 單大小小的傷痛 然後包括你能夠承受傷痛的過程 造就了現代的你 30歲就很自在了 其實30的月後面都越自在 因為我小時候不是這樣的人 我是一個很不安定的人 我當然現在去那種拍電影節目 好像很害羞 但就裝得好像不害羞 底子裡的自己其實沒有變 但是之前看到一句話我覺得很棒 它說焦慮緊張只是一種生理現象 它其實跟興奮是同一個生理機能 所以它會給你產生的反應 你會嗨會什麼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有一個念頭不一樣 就是你害怕 所以它說下次當你又開始緊張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轉換掉 你可以告訴自己說 我現在會心跳會加快是正常的 呼吸會急速是正常的 但那也代表我在興奮 然後你就可以去鼓勵緊張 影視有點是遺憾的意思 離開了現場 你也不可能再回去 所以你只能告訴自己說 下次要更把那根弦繃緊 就是只要一呼躍 你一步是百分之百的時候 你就有可能會讓自己後退 所以永遠在工作現場的時候 其實我是會希望自己的狀態 是一直keep在那裡 以前拍過的角色沒有也很好的 每一段沒有終結到最後的戀情 都算遺憾吧 有時候去到哪裡 很想吃一碗他們當地的麵 但是我沒有點到 然後就得走了 其實現在的遺憾很多時候 變成是生活中很小的 很日常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些事情 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這些日常是很重要的事情 小時候可能會看的是大的事情 但現在好像比較珍惜 每一次跟媽媽吃飯的時候 每一次跟家人相處的時候 可以過一個很簡單沒有工作的時候 然後去走到公園裡 聞到花香味 然後感受到大自然 去跑步 這些小的事情 反而是給我很多能量的時間